你心情會受到那個 你不會嗎 不會啊 生命早點結束早點走 有什麼關係 直接受病的長短而已 早點走早點有事 其實世界之所以人也不見得說要活太久 有啊對啊 我覺得說要活得比較有意義 以免到了就趕快走了啊 不要擔心 有一天這個如果中共來說 你逼著你要不要還手 我說不還手 但是只有三秒鐘 你也要阿米古 阿米古就說來可以了 回憶新撐起來 不要走啦 就要去 我們常常回憶這個東西 預定如果那個線上到這裡 你不會說隨著那個 那個那個政治評論 那個也跟著他的水 不會啊 這不理他 是是非非 和其多 通常那個什麼意義 你不理他被重致 你如果真的五中五殺 你念我 把那媽很快的成就 你不理他被重致 你就是因為沒有五痛五燒 現在哪五痛五燒 等你出院的時候 你才會啊 人家不苦啊 不苦不靜靜啊 交迫 要放下也不是那麼容易啊 如果能夠一下子就放下 然後竄習 你要常去竄習 但這個進度現在 我怎麼心去對待 你怎麼心去對待 常去練習 你沒有練習會 一下子會感人恐懼 然後練習就感覺 沒什麼 你沒有恐懼啊 看了夢你就知道 人家做夢的時候 你會不會做夢 沒有夢最好 你在做夢的時候 你知道嗎 你想要常竄習啊 人家砍你到打你拳 什麼你練得出來 什麼 你都緊接得到 我可以插了喔 可以了 可以了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廣告裡面 有講到 對 但是沒有講得很清楚 你這樣有經過 你這樣再解釋 很清楚 對 好 好 住院的時候才會精靜 有苦 生病的時候 痛苦 來 有苦的之後才會 沒有苦 就受懈怠 有苦才會有處理心 沒有苦的話 就無苦 就無 無 有處理 喘 要先講苦極命道 喘 荒野君 喘 前面就先講苦極命道 大師經典都講苦極命道 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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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生於遲到我們遲到不知道的苦 在苦中作熱 我們有一天老了 七十六十 退休了六十七十八十 我們又氣血腮敗 坐在這邊想睡覺 練佛練了都點頭了 所以我現在練佛都大了 所以很大三張 那小時候會睡覺 不易提心意 到那裡三張 我會練佛在做夢都會念 有啊 我有一陣子會 做在夢中 也會念那種符號 在夢中的做主的那個力量就有了 夢中還可以念我 有力量 有潛意識的 做出自己的作品 我就會睡覺 做出自己的作品 如果很好用 在做節目咪哨師 工作的成績 做出了 itarian 做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材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材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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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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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咒跟世界咒 靜心咒不一樣 作用不一樣 第三根本咒 根本咒最外圍也最長 根本咒最長 所謂根本就是指西地的根本 西地就是成就 西地我們翻成中文就叫成就 八大西地就叫成就 由於人德成佛的成就根本 所以一切成就 因而執念根本咒 阿彌陀佛 就像我們稱宋阿彌陀佛一樣 阿彌陀佛成就是佛的無量光無量壽 阿彌陀就是無量光無量壽 所以在阿彌陀佛有兩個身 阿彌陀佛以密法來說有兩尊 一個是報生佛的 我們叫無量光佛 就是阿彌陀的報生佛 阿彌陀的硬化身佛叫長壽佛 無量壽 那一個是報生佛叫無量光佛 那一個是報生佛叫無量光佛 那賢教只有一尊叫阿彌陀佛 在密法變成兩尊 長壽佛 就無量壽佛跟無量光佛 密法有兩尊 那賢教只有一尊 所以相對的呢 此戀不同咒語 有一個個別不同的作用 那看你的動機 這動力祈求什麼 那是心咒 靜心咒跟本咒 三個作用不一樣 而是這個編的法師 把第一種跟第二種寫成一樣 第二種他世界咒都沒有講出來 第二種是靜心咒跟心咒寫成一樣 寫錯了 好 可以嗎 這一段 可以嗎 可以嗎 一小子有沒有問題 我們大部分念的都是人類 那個釋迦心咒 心咒這個叫歐馬鈴馬鈴摩歐馬鈴摩歐馬鈴 心咒 是不會說 ント recycled 法馬鈴�arı 磨馬鈴馬鈴摩歐馬鈴 是嗎 法師說應該是摩歐馬鈴只是馬鈴馬鈴 馬鈴摩歐馬鈴摩歐馬鈴巴鈴 那是中文 它叫馬鈴馬鈴 馬鈴摩歐馬鈴 Tort 魔鈴法的意思 馬鈴摩歐馬鈴 釋迦馬鈴 那個釋迦摩歐馬鈴 eighteen 釋迦摩歐馬鈴佛 這是中文 那應該叫馬鈴 它是哪一個 牟轴 YT 摩尼珠 釋迦道摩尼珠 它是淨化和滿願的意思 就像關西府上 四倍觀也好 中一個核桃園 中一個叫摩尼堡 摩尼堡 為什麼叫摩尼堡 滿一切願 所以摩尼堡有淨化和滿一切願 所以摩尼堡還是摩尼堡 摩尼堡 應該是摩尼摩尼摩尼 摩尼堡 摩尼堡 看你要發什麼音 你要發障音就是摩尼摩尼 但是那個好像之前我們那個水那個 沒關係啦 各種音調沒關係 只要那個內涵有加進去 滿一切願 淨化一切 你把內涵加進去 因為什麼音都沒有關係 不是音不是重點 但是很多學泛語的 他說音要很準 像那個匯律法 他說那個音要很準 音要很準 那是透過我們叫頻率的共振 那個音要準是跟頻率的共振有關 但是呢 重點還是在心 我們持重語法 重點在心 心的心練力 你要用聲音來達成宇宙的共振 但是我們的力量都還不夠 我們的心練不夠 用聲音的共振 我們力量帶回國 但是那個心可以掌控 宇宙的共振 我們現在很難掌控 所以很多追求要標準那個泛音的 都講求那個泛音要跟宇宙共振 那個是以泛音為主 但是我們現在力量 雖然有宇宙共振 你練出來也沒有什麼共振效果 因為你心力不強 所以重點是在心 你要把那個 摩哩摩哩麻摩哩的手也可以 或是麻哩摩哩摩哩的都可以 重點那個內涵要加進去 就是有進化跟滿一切願的效果 把摩哩摩哩也可以 重點是那個心 你要把那個摩哩靶的滿月 就麻哩麻哩 那如果練摩哩摩哩有什麼效果 可以講 他內涵沒說 只是說英語叫摩哩摩哩 那為什麼一定要摩哩摩哩 摩哩代表什麼意思 沒說啊 那沒說這個 剛剛練摩哩摩哩 沒有內涵的話 沒有意義 從我稱詞咒也好 學法也好 做點稱內涵 你要摩哩摩哩也可以 先了解 對 內涵最重抓住了 那你英說我要念摩哩摩哩可以 你如果確定摩哩摩哩 你就堅定的念摩哩摩哩 如果你把它想到是淨化的 買今天這個摩哩摩哩也可以 重點是那個內涵比較重要 裡面 你所謂的用心念 那這個用心念是不是 是不是與十方之佛同體一性 就心念要相通 就是為什麼 如果相通的話 就表示與佛同性 以佛是同性 不是不是同性 就是我們通過平易相通 那祈求佛才會相應 那你如果是二的話 我跟佛是二的話 那些不相 一定要是同才能相應 同有兩種 是同體 不可能同體 那同平律也可以講同 那同樣的心願處也可以講同 這個同有多種 所以你要看是同體 同平律 同心願來說 同體不一定不同體 佛的早今成佛 我的心還沒有成佛 一定不同體 所以很多的名相 佛法名相會 常常會寫很多不清楚 同體什麼叫同體 同時 叫同體 所以你講佛 我的心跟佛心同體 不能這樣說 因為佛早就成了 你還沒有成佛 你能講同心同願 可以講 不能講同體 這兩個字 那你居然不能講 佛南銀河說談十項嗎 不是 同體 怎麼都有同體 因為說桌子 跟桌子的無常它同體 但是跟十項無關 世俗第一有同體 它的 它的因緣深的話 是兩個桌子對不對 是啊 那如果這個原面 那這個兩個桌子都不見 不是 一個桌子 我講那個無常 跟那個桌子 桌子的那個顏色形狀 跟桌子上的無常 是同時叫同體 同體 那你說 沒有桌子 就沒有桌上無常 對啊 沒錯 它是同體 同身同面 可是跟我現在 是兩個身體 是 也不同體 不同體 對 那如果這個是圓體的話 它是不同體 那如果這個圓面 圓面 你面跟我面沒有關係 也不同體 那這個空性 是有二 對啊 桌子上的空性 跟你的空性 二啊 不一樣啊 這個空性 這個空性 可是這個桌 我跟它同樣在這個屋子裡面 屋子裡面都不同時啊 不同時生也不同時滅人 現在不是同時 如果不同時 我會怎麼能夠跟法師 我想同時出生 同時滅人 就是兩個剛好時間 碰在一起叫同時 兩個錯肝 你回家跟我回家 完全不同 所以在同一個 因緣底下 一個處所底下 我們叫同時 可是這個不同時 是碰在一起 而也不叫同時 因緣聚合 碰在一起 不叫同時 那這個法界 你說有同有義啊 當然啊 是啊 那你要成佛 他是要入同 還是不入同可以是嗎 沒有不用入同 不入同 個人修個人的 為什麼要入同 我不需要跟人家同 所以不能跟人家同 所以不能跟人家同 你修才有修到成長 人家不修就是對 要放逸就退落 那你跟我有點講 身不同 那今天我們要成佛 他所謂的佛性無二是什麼 佛性是講 因有這個為名為之的本質 但也不同時啊 因為你出生 你心能夠展現新的功能 如果睡覺的話 雖然為名為心在 但沒有起作用啊 所以你醒的時候才有起作用啊 你沒有醒的時候不起作用啊 雖然是同樣都在 但是你在的時候 跟我在的時候也不一樣 我起作用的時候 跟你起作用的時間也不一樣啊 那講 眾生皆有佛性 所以那個是以本質來說 不是講同時來說 本質 跟本質每個都一樣 但是不能講同體 同體是講同時存在來講 但以本質來說相同 所以你講啊 本質相同 叫同質 不能講同體 這個名相要分開 因為很多佛法沒有嗎 分得很仔細 所以大家眾生就如來 這個叫本質相同的同質 但不能講同體 很多民相會混淆 好 好 好 阿彌陀佛祖是無量光佛 阿彌陀佛是無量光佛 就是在我們行教叫阿彌陀佛 但是在祕法把它分開 一個報生佛叫無量光佛 一個是命化生佛叫無量壽佛 在祕法把它分開 那行教把它合而為一 也叫阿彌陀佛 就無量光無量壽合為 密把把它分開 你是報生佛的分開 無量光我是報生佛 無量壽我是硬化的分開 無量壽我是硬化的分開 好 所以我們看那個 心宗空熱無二 意念 再者 意念本尊及意念復本尊之 我看他怎麼解釋 那從整體來說 閉觀念修主要是意趣 是意念本尊 這個是修本尊法 重點在修本尊法 意念本尊就是我 我就是本尊 所以要透過灌點 修本尊以且 那意念我跟本尊 體性無二別就是講那個 同時我就是本尊 本尊就是我 稱為意念本尊 這個不會叫意念本尊 應該叫修本尊與且 不能用意念本尊 不能用意念本尊 修本尊與且 與且就是相應 跟本尊相應 跟本尊相應 叫本尊與且 那當然就是修本尊相應 譬如 修習生明無二道 或是要簽自身本尊 虛心事空正間 那個虛心事 即心事空正間 改成 虛結合 即心事 三個字化掉 即心事 再第三個字化 改成虛結合 虛結合 不是即心事 因為他修的 是生明無二道 那個 是要講本尊 明就是本尊 熱空的熱 也不是本尊性 那是那個明點的容景 所以這兩個人都要結合 空正見 空正見 就是明跟空 那即心事 改成虛結合 虛結合 虛結合 那由空正見 現出空性中 現出我是本尊生 幻幻的本尊 然後自居我慢 然後原則 我此一本尊生 又是進入空性 他是無自性 改成無自性成立 要加成立 不能指本尊自性成立 自性有 有就是成立 自性成立 即是了欲的 本尊 了欲就是空性首色 自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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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呢 生是本尊想 與是本尊心咒的咒語想 意思呢 就是 結合法 那個法就是 卑字 卑跟字 意思法就是 卑字 把他改成卑跟字 好 那譬如落空 我彼此生命都可以 但是以 這個角度來修 修 以本尊的色身 加上心咒 那心咒來結合 樂空 我彼此就沒有咒語想 就沒有了 還有這個 雨就沒有生命到 那種卑字 菩提心 來修 樂空五別字 跟生命無二道 必須如是 應定自己的 生口義 就是以本尊 加上菩提心 空正見所色 來修 本尊法的 生命無二字 來修 氣邁明典的 樂空五別字 那雨就可以 就變成樂空五別字 的修法 跟生命無二道 修法 好 那我們看譬如 修習風 風一切 風一切 風就是講氣 氣邁明典 風就是氣 這個風 你就換掉 改成氣邁明典 氣邁明典 並不修習 氣邁明典 與前 即是以風力 風力就是詞 那個氣 氣力 直詞明典 直詞 改成安住 鑽住 鑽住 鑽入 即以氣 氣的力 力 入住 動腦 敏 入住 入住 Nah 入住到明典裡面 去氣的力量 入住明典 會把明典消容 產生大 membrane 這三個字化改成入住 入住比較好 入住就是有個進去的感覺 入住就沒有進去的力量 入住 入住比較好 就是以氣力 氣的力量 入住名點 令名點在中脈之中上移動 不是喔 那個不是名點不用不用運動了 那個叫 令氣在中脈之中上下移動 那個就是行氣 跟名點無關 名點是不動的 他寫錯了 令氣 那個名點改成氣 名點改成氣 我講波麗 把這個名點化掉 名點沒有動 名點不能動 是風在動 氣在動 令氣 這名點改成氣 在中脈之中上下移動 上中下 那不蠢害身 而遍布廣真 就是讓氣 充變全身 充變全身 這時必須身為本尊饗 天尊改成本尊 天尊改成本尊 本尊饗 那魚為奏饗 意為兼顧 空會 就是悲自饗 那個魚沒有奏饗 就是魚就變成那個氣 這個氣 他用奏來就是風奏饗 風奏 我講風 魚為風奏饗 這個靠氣賣了氣 這個氣就變成魚了 氣就變魚了 那因此聚足三想而修行 本尊 是修圓滿四地的 藉此一直持續信結如來的 身口義三金剛 或無露三文 金剛主信就是我 或者觀想 平常靜空信 與有靜大樂志 無別之體性 那靜的空信 與有靜大樂志 無別之體性 其實我 那個就是我們講 子母光明會 這個不是靜空信 這個叫子母光明會 這個靜空信與有靜大樂志 就是子母光明會 子母光明會 也就是我 三密口義 三密就是生與意 三密 三密就是生與意 生與意 生與意 那自居我是 直持金剛持佛的佛幻想 你可以講金剛持佛 改成本尊 直持本尊佛的佛幻想 那個金剛持改成本尊 金剛持是在六座於前修的啦 現在修本尊余軌就是本尊佛啦 不是金剛持佛 金剛持佛是在六座於前要想金剛持佛 如果本尊的話就是本尊佛 金剛持佛是修法身 右座於前 如果有冠無上壁的話 要修六座於前修法身 金剛持佛跟我的法身合一 那修本尊佛是跟我的暴身合一 那修喪失余軌是跟我的硬化身合一 這三個不同 A 修金剛持佛是跟法身合一 跟我自己的法身 修本尊是跟我自己的暴身合一 修喪失余軌是跟我的硬化身合一 那修此即是修 只是唯一意念 我是本尊 不是唯一 就是 如此即是本尊余軌 本尊余軌是修行 唯是意念 我是本尊 不是意念 如此即是修 本尊余軌 如是即是唯一意念 我是本尊 唯一意念 我是本尊 這個改成修本尊余軌 修本尊余軌 盧子即是修本尊余軌 唯一意念 我是本尊化吊 那這也是修報復的 本尊余軌是修報復的 那我和本尊體性無別 不是體性 我們知道那個 這個是因為我是本尊 跟本尊就是我 這時候可以講體性無別 主要結合 我就是佛 佛就是我 那個才叫體性 當下就是體性 如果分開來修 就沒有體性是一了 主要想我就是佛 佛就是我 那個才叫體性 無別 那上述本尊修法 事序 事序 行序 余軌 余軌 無上余軌 都一樣 這個都一樣 那其中呢 又有不同的是什麼呢 在修余軌 余軌 余軌 以下 就是無上余軌 除外 以身金剛為主 那無上余軌 所修是以身心雙運 以益金剛為主 他其實 都不是講益金剛 那個他沒有講清楚 那這個修本罪所修呢 是這個余軌 或是以外相為主 這個稱用身金剛 益金剛 這個有些文字呢 會有些混淆 この余軌 於前布以下 以身 於身為主 那個身金剛 那個金剛 zost who want 無上余軌 所修 因為聲先生說 以益為主 在那個 在儀軌 上 如果說是修 余軌 布的 他的持術 節奏很明顯 例如 Ö ping 講 pā kaku ogی 他動作很大 如果語學部的節奏很大 阿幹補白補白 阿幹補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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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五 如果修五上節 它是這樣的節奏 阿幹補白補白 它是這樣的節奏 這是所欲不大 因為它以新意念為主 所以它叫阿幹補白補白 阿幹補白 就這樣節奏 如果師修語學部的共兩節奏 它就會轉一 它會動作很大 這樣轉得很大 它如果修五上節就這樣 要講動作而已 因為它以新意念為主 所以兩個動作不一樣 你要拍一下 這個是以共 觀想 這個所謂是我們叫第一